大家好 很少在大家逛大众车行 这应该是第一次 大众这品牌肯定是老牌车企了 由一个美术生所创办 带着保时捷 费迪南保时捷 一起传出个甲壳虫 人民之车 然后就到现在老牌车企 我们到店里看一看 这个店不仅是一个车行 它还有一些大众汽车文化的东西 大家看一下这车行的装修风格 很有那种大众汽车文化的感觉 有点像南美风 反而不有点像德味 不是特别重 咱们走着 这个汽车文化长廊 我给它起的名字 people's car 人民的车 这是美术生 给费迪南保时捷下的任务 这上面没有美术生的头像 1932年 1932年 33年 prototype都是样板车 样车 样品 这板子按时代来走的 第一个板子是1930年 1940年和1950 这三个年代 60年代 60年代就开始另一个风格了 这T1T2旅行车都挺值钱的 美国市场行情怎么都要6万7万美元起步了 这车也是风冷后置的发动机 在聚会上经常见到过 美国这边车展聚会上经常有车主开 60年代之后下个就是7080年代了 7080年代就开始有我们熟悉的车了 这个车就叫Thin 东西 这个车在美国也经常常见 上库 这个车中国大陆有 美国市场很老的一批有 但是新的这些也没有 这个车大家就最熟悉了 铺桑 而且帕萨特也经历过很多版本了 但是它放正好是跟中国大陆差不多 国产化 这其实还有旅行款 还有五门的纤辈6倍版 都有其实好多款 这也是帕萨特 底下应该给挡上 90年代了 图瑞 这个车在美国也来过一阵 现在也没有了 大众汽车在美国市场产品线 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当然它在欧洲的份额很大了 包括其他品牌 比如说斯科达 西亚特 这些车在北美市场都没有 但是我看墨西哥大众市场的本土化产品也很多 很多南美族裔的人也很喜欢大众本田的这些车 92年的杰达93年的帕萨特 这帕萨特我小时候在北京这些大城市接着还能看到过 这个帕萨特 这鼠是不是西安国产合资的宝莱 Polo这个车 美国没见到过 应该也没进入美国市场 但是南美洲应该有 甲克虫 这个车灰腾 这个车我还开过这个车 非常安静 动力非常好 当然我开的是V8的 跟奔驰S差不多 当然操控质感没有奔驰S好 但是非常安静 动力又足 这一代的高尔夫R也挺值钱的 挺保值的 大众EOS EOS是个美女的名字 不过是个神话里的角色了 2000年 2010年代 2010年代的Turi Turi 这个车多 这个车现在美国街上也有很多保有量 包括现在的新款也都一直有 GTI 这个车挺有意思 这个车其实是跟克莱斯勒在一起坐的 套的那个盗骑的卡尔万和那个大杰龙 就是套壳的 他们一起坐的 我不知道这个车是不是北美特供专供 但是这个车是跟克莱斯勒在一起坐的 杰达 这代CC当时出来的很惊艳 特别漂亮 后边四个小圆圈 而且它这流线型造型很漂亮 改款之后 大众都模块化 改款之后 它这种流线型的设计反而不是那么突出了 好像销量也没有这一代卖的好了 小波罗 墨西哥有 北美没有 这个它挡上了 这个车叫UP 就是向上那个四 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宣传长廊吧 这边都没有什么 画什么冲浪啊 海洋啊 沙滩啊 大众嘛 现在也很多文艺年轻人喜欢一个年轻化的品牌吧 所以是年轻人喜欢这些东西吗 看它主流车啊 主流车就杰达 墨西哥产的 我看看它都什么 这 解答 太熟悉了 这车太熟悉了 这车多少钱 Lease Special 279一个月 280美元一个月 这是租金价啊 不是总价 不是每个月付的总价 你如果把手续费 税 都平摊到每个月的话 这就不是280了啊 这可能就是400了 或者是360 370这样 这个是TAUS 这是新出的一个紧凑型的SUV啊 应该是对着丰田CHR啊 当时CHR也停了 变成卡罗拉Cross 对着本田的HRV啊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定位啊 主流SUV图观 这个车折扣是5800美元啊 5792美元 看看 这车还锁着呢 图观没锁着 内饰有点素啊 看一下MSRP多少钱 3万美元 这个是什么配置 这个是什么配置 图观S2024 这牌子大家熟悉不熟悉啊 以前甲克松 还有些老的大众 他就打这个牌子的啊 还不是VW那个牌子 GTI 各种屏幕啊 全是屏幕 这按键都不是实体按键 都是那种感应式的 这只是一个啊 这不是一个勾手 这就是一个侧面啊 这杯托挺好玩的 可以根据杯子不同尺寸给它夹紧 一键夹紧 车多少钱 看一下啊 4万1000美元 41045美元 这样车你买这车吗 不买 不是 主要我都买二手车 我喜欢去市场里捡漏 还得这个车啊 也没毛病啊 大众奥迪是一家 停一块也没毛病 锁着呢吧 这车 哎 没锁 不对 咱今天来看大众 怎么算做奥迪RS6呢 哎呀 大众的小SUV锁着啊 这个车没锁 可能那个车已经有主人了 就有人订车了 所以给人锁上了 我猜的啊 还这个车开着带劲啊 哎呀 坐着质感就好 这个车好像还挺有那种 历史文化的感觉的啊 放了很多老的加油机 这个也是加油机 逛一逛呗 哎 没人搭理咱 哎 这个车啊 这车替代cc的这个车 它原本是想走大众版的奥迪A5啊 这种6倍造型设计嘛 但是它故障率比较高 没事 我在这说中文呢 他们也听不懂 亮ABS故障灯 亮气囊灯 就各种电路控制问题啊 各种乱亮故障灯 这车贬值也很严重 在美国街上我也很少见到 二手车吊价很tuck 里程很低 年限很新的 都便宜一大截 我挺喜欢这个样子的啊 说实话挺喜欢这造型的 溜背造型啊 顶个行李架 顶个自行车什么的 挺好的 但是 故障率高这个车 这车挺好看的 就是毛病多 但是它的轴距我感觉太长了 你看它这个后门的位置 距离这个后轮煤的距离 基本就这样 这家车行呢 装修风格呢 还是很有大众文化元素啊 特别多的那种很丰富的 不是那种太商务啊 太一本正经的那种 就是一个很轻松啊 很文化元素 很多的那样一个车行经销商吧 OK 这期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再见 OK